就我媽把我取這個名字的時候 一直很希望大家叫我紅尚 所以那時候國小第一次進入一個 較為多人相處的社會模式環境中的時候 我一直預期著我會被叫紅尚 結果小孩子根本沒有人會這樣叫我 我們就誒 紅尚 這樣 然後我大概小一小二的時候 聽到別人叫我紅尚 我就會哭 我媽一直說不會 總有一天有人會叫你紅尚 我沒有等到那一天 因為我在鬼扯裡面就叫紅尚 我這個袋子很可疑喔 長官 玉米 我就知道是玉米 這部戲動作戲多 然後槍戰戲也多 好像有一個小意外對不對 對啊對啊 那個時候是拍 我們就看到了Tiger MIA 然後旁邊就埋了一些爆破點 其實爆破組的那個 爆破的火他沒有放很多 但是因為旁邊 因為那棟建築比較舊 所以他就有一些 噱頭瓦木穴 然後就刮到 被噴出來就刮到臉這樣 旁邊就有人喊說 紅尚文怎麼流血啦 這樣子 那個時候其實也沒有 特別覺得說很痛 但就覺得辣辣 後來發現傷口還蠻深的 所以劇組還馬上就是 把我送上車啊 然後一直壓你 還有其他那種可能有受傷的長次嗎 我們大概有幾場戲連貫在一起 是我們穿的衣服比較少 所以那個腿啊 都在那個芒草堆中奔馳的時候 被劃來劃去劃來劃去劃來劃去的 對 然後發現腳細細的這樣被 芒草割著一條一條 柏林比較沒有被割到 因為他穿比較 對 他負責的是比較 上半 對 他是上半身的 那時候 脫最多的是冠婷 冠婷 然後你是 我是下半身 對 實際上 現場的保護措施是怎樣 其實蠻認真的 我覺得比較好玩的是 因為有一場就是我們三個 就這樣衝下來 然後碰到那群村民 村民們就 因為其實都是男生 只有一個女生 就一個人叫白白 所以我們會比較擔心 白白會不會看到 我也覺得不好意思 因為那裡都黏住了 但白白也很有趣 白白就自己要求說 不好意思 我沒有其他意思 但我可以先看一下嗎 我怕等一下笑唱 因為他們那場很嚴肅的嚇到 所以我們就這樣 先給他看 我們都抱著好 OK喔 才上去這樣跑下 但是他第一次看到寶貝袋 應該是吧 因為我也沒有看過別人的寶貝袋 我覺得寶貝袋這種東西 真的是對男演員來說 自己還是要稍微練習一下 寶自己會比較舒服 至少不要你演戲的時候被影響 就這個功夫還是要持續的練習 其實對我來說就會是 我大概會有兩層 因為就是用絲襪 嗯 然後 要看 你是覺得陳陽在防什麼 哈哈哈哈 我自己會習慣用絲襪 然後會包兩層 然後對我來說絲襪 就是它比較有彈性 然後它同時也是浮射的這樣 就大概要拍那場戲前一天 就還是會稍微處理一下 附近的一些毛髮 處理毛髮的概念 除了尊重可能會看到 或旁邊跑出來的部分以外 也是你在 因為你會用肉色膠帶貼 所以困難的地方就是 用比較嫩的皮膚 吃下來感覺比較痛 之前就有聽過說 其實你很想 一直很想待愛情戲或喜劇 對 有沒有拍到 真的是跟你們許願 對 接下來就是愛情 好